这是用汉斯起了一个大条的作用 直到爽也居住了 帖子 1鱼 逮捕 2鱼 千班 after 这个就是冷汗漆汗完会的效果 汗脸的话就是白亮的 错误的说法就是当汗的时候 乌针放到汗丝上方了 乌针汗的时候不能放到汗丝上方 因为放到汗丝上方 它容易祈求融化不了汗丝 这样就是不对的 要放到汗丝前方 大约一毫米 脉冲电流30 脉冲时间也是30 大家好 今天来汗接这种不锈钢彩色版 厚度是0.8毫米的 使用我们RH-6800S 电流是调09 焊接时间也是调09 冷汗机控制热量输出是比较精准精确的 所以说焊接的时候 它没有多余的热量 只作用于焊点 它就不对焊点以外的彩色区域进行灼伤的 看一下我们搭接后点焊的效果 焊点是白亮的 焊完直接可以用手去戳焖焊点 不会很烫的 像这种彩色不锈钢还有一些其他的焊接方式 这个是避免焊接 然后正面的焊接效果要求是不透色 对这个彩色区域也是要求没有焊点的 然后这个是黑钛板喷砂的 也是避免焊接 正面是没有糊印 没有黑斑的 这种是叫黄铜乱纹 然后从内角焊接 然后正面的彩色面是要求完全不透焊的 效果都是可以达到的 这个就是点焊 看一下缝隙比较大 这是紫童和不锈钢管 小缝起不用夹焊丝可以直接焊 这是一个0.5的方网 现在演示一下这个内角大街 这是镀心铁片 没有焊住的话就粘针 粘出一个焊点 然后再往下焊 这个就是用的一个大点流 这是1.0的钢板搭接焊 搭接焊的时候要把第一个焊点给焊住 乌针对准这个焊点的尾部 对准焊缝的中间焊点的尾部 一点压一点往下抖 这就是搭接焊效果 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冷焊机的点焊 只要把雾针和焊缝的距离 离得稍微近一点就行 在不粘针的情况下越近越好 这个是316材质点焊 现在演示一下连续汗 这个是钛合金连续汗 这个是钛合金连续汗 很多人都不碍 这个是钛合金连续汗 还是钛合金连续汗